楊帶綱 郭洪志 王建民和陳金鋒 平常沒什麼機會碰頭的四大天王 這回合體到底為了哪一裝 原來是棒球英雄展 集結四位球星 從小到大的相關展品 有些是本人提供 有些是各方蒐集來的 連本人都來親眼瞧瞧 哪一個才是印象最深刻的紀念品 高競直爆之後2006年 我球隊拿到日本第一的冠軍戒指 這其實對我來說的意義是 剛進直爆就可以享受到 這麼棒的棒球起步點這樣子 像我跟給莫神派學長那個 照片對我來講是最充滿回憶的 你一直在提他 要不要兩個坐一起算了 沒關係 隔一點距離比較好 別看球星們輕鬆打趣 站上國際舞台往往伴隨痛苦的 受傷和復健過程 王建民曾接受肩膀手術 郭宏志左手軸韌帶斷裂 也多次手術重建 展出這些心酸血淚史 讓最資深的瘋炮陳金鋒 看了也動容 可是我剛才看到一個東西 我覺得我沒辦法拿出來 小郭的骨刺因為我沒有骨刺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拿出來 看起來像牙齒 又不是骨刺 所以說 我覺得最了不起的就是 他那個骨刺真的是讓人很感動 而效力MLB最久 邁入第15年的王建民 展品多到連自己都記不得 談起旅美多年來有沒有遺憾 健仔說太少陪爸媽了 其實到美國這麼久 我最遺憾就是沒有好好在家裡陪爸媽 對啊 因為每年都在外面偷 十個月才回來一次 然後看爸媽兩個月又再回去美國 這是最捨不得他們的 無論是站上MLB的台灣第一人陳金鋒 效力MLB最久的王建民 黃金左腕郭宏志 還是年紀輕輕就獲得日本職棒金手套獎的楊帶綱 旅外成就得來都不輕鬆 這次公開逐夢的心路歷程 鼓勵球迷勇敢追夢 中央社記者紅黃軍張雅婷台北報導